为了防范前夫来抓自己 他竟直接将所有灯泡砸碎 而后用502小心翼翼的 将碎玻璃涂在门巴上 接着他还不放心 竟直接掉了个大铁锤在玄关 当时就把女儿看愣了 可这些还不够 他直接在窗边钉了三圈眉皮的电线 而后直接插上插座 看来威力还不错 可是想起来上次被前夫绑架的事 他又直接让女儿用钉子 DN挖了个狼牙棒 做完一切的他看着窗外 却还是不放心 于是直接一溜烟地跑到大街上 而且他手里还踮着梯子 接着他爬到路牌上面直接动手 而后他竟直接掉转了路牌的方向 可是第二天是圣诞节 听着战俗说要戴面具假扮怪物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如果那个人安排人 趁着圣诞节来绑走自己怎么办 于是他们一路来到枪支商店 而且点名要杀伤力强的 比如这把M4 随手踮起果然不错 可是一把还不够 他再次拿了一把HK416 听着老板说每分钟可以射出900发子弹 老公顿时惊呆 可是翠花觉得还不够 他竟然还看上了两把沙漠之鹰 试了试还挺顺手 接着再来一万发子弹 可是就在付钱时意外发生了 身为超级富二代的老公出门 从不带钱而是支票 可是当老板一听 却说支票要延期一周送过去 翠花顿时无语 可是情势紧急 于是他只能颠了一箱辣椒水 当晚他拿起狼牙棒 正要出门和女儿玩 电话却忽然响了起来 他顿时迟疑 可是下一刻他还是接起电话 你听到声音翠花顿时激动地挂掉 可是身为警长的前夫 却似乎早有安排 而这边为了不破坏气氛 翠花还是出门和女儿丈夫过节 却不料下一刻一车人已经来到 那是他身为警长的前夫派来的 可是看着路标他们有点懵 这怎么和导航不一样呢 于是他们决定绕圈 多绕几圈总会发现 而这边翠花和女儿丈夫回家时 却忽然发现了什么 那辆车不对劲 她已经在家门口附近绕了一晚上 可是走到门口的翠花一回头 却发现车辆已经到达自家 而里面的人还探头向着这里张望 翠花明白 他们来了 就在翠花进入房间不久 两个戴着面具的人也紧随而来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